大家好,我是陳章 然後我的專案叫鄉民風水師 很簡單,它就是一個Android的App 然後它長這樣,可以讓你查 然後休宅還有那個險案工廠 讓你知道哪裡有死過人 然後怎麼死的 然後還有讓你知道哪個地方 公司就違反容器法 然後資料當然是從政府那邊download下來的 其實從去年有 去年好像去年3月開始上線了吧 然後就是載不載成這樣 可是很奇怪這個曲線 就是從去年的鬼月之後直線上升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但是現在評分很糟糕 就是我一直被騷 騷說那個閃退啊怎麼鬼的 所以我現在很困擾 然後想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礙於那個 我沒有錢把各種Android手機都買齊 對,所以 今天需要徵求一些手機 讓我們出錯 然後 最下面那支應該沒有人有啦 所以 所以就沒關係 那前面幾支就 如果有人有的話就幫忙 那其他三星的手機也蠻歡迎的 然後我忘記帶那個Micro USB傳輸線 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借我的話就不要再感謝 OK,沒了